台股新攻略 带您掌握全世界 老子朋友 你好 我是華信投物區領帶 今天拜喜明天拜五 這禮拜你有沒有賺到錢 每個禮拜 周周要10到20% 今天的氣會又來了 為什麼呢 我早就跟大家說這個 這是美國的一個叫VTK生計指數 我昨天在這一根 昨天在這一根 今天創新高 那我說過他上次創新高帶動了一档股票 叫做伸展 今天伸展有漲停嗎 來 開心就是這樣啦 做股面的伸展有漲停 我就說這件 我最近這一兩天天天在講他 伸展蹦蹦蹦就漲停了 漲停了 這樣有10%嗎 前兩天啊 我今天用這個圖形 最後階段明日預告 明日就是今天 明日起漲股是這樣子 是明日起漲 今天直接漲停 可是我們用短線指標在這邊做 你前幾天就賺錢了 那今天漲停 那前幾天賺2%到3% 像我今天這10% 大概就15%了 那這禮拜有10%嗎 那你怕 反正價錢賣掉沒關係 那你說明日還給我 丟管這個賣掉沒關係 那明日如果去市長去虛報 這樣對不對 我有來講嗎 你有看我盤後的Line App嗎 是不是也說這支 講這個有理由的啊 第一個技術面是這樣 全球BTK升級指數狂飆 就是BTK就是這個啊 就這個啊 BTK就是這個 就這個啊 這就是BTK啊 這個叫BTK指數狂飆 說法 明日再還有一支 明日再還有一支 無人揮機 沒有人揮機的 今天這不要有點開高走低啦 沒關係 明日再開始標 明日一開低就是你的 為什麼 要有證據啊 要有證據 要有證據 喔 說實在嗎 要有證據 東西是要有證據的 證據你待會兒來看一下 這個叫無人飛機 既國會創歷史新高 整體很久創歷史新高 其實無人飛機在國內大力光也是啦 很多武藥都是 見準都是 待會兒我跟大家講另外一檔 那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是無人飛機 代號叫AV AV 無人飛機 它形狀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大漲一波 這邊再大漲 那已經好久沒到啦 上昂都是足以虧損的 現在 開始 油虧轉營了 股價是這樣子 這個是歷史新高 無人飛機的話 在國內市場上 有一檔股票 它又是華興家族 又是華興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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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無人飛機 又是無線充電 它還真的是無線充電 最近有一檔古样叫6243的 信捷你看 无线充电是这样的 但是它是赔钱的 而且它真的是无线充电了吗 还不一定 但这个一定是无线充电的 这个一定是无线充电的 它又是华兴集团 又是无人飞机 又是无线充电 这两天就要动了 我先给你报了 那一样 今天的概念就是跟大家讲 你周周10% 20%要怎么赚 周周10% 20%要怎么赚 周周10% 20% 拉回到技术面 得到一个收链上去 明日起 明日是讲昨天 昨天我讲的 这是昨天的 明日起早 那全球VTK升导短投资 可以赚7块钱的公司 那上次VTK大涨 他跟着打 今天由他领军 一大早就涨停了 升级股没人敢跟你说 台股新工业 让你掌握全世界 没人敢跟你说 升级股是做就做坏了 没人敢 大家都不喜欢升级股 我也知道 有买有卖 我也不知道他有涨到 他要涨 我们继续做 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要的是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 那我们今天同样 我们同样来看 台北股市的 全世界股市 到底是怎么 美国股市最强的是 升级股 最强的是升级股 来看一下 国际股市 道琼不错 站上月线 也没有站上月线 突破一下 那纳斯达克呢 你看纳斯达克 站上月线 站上月线 但他涨这个 是涨升级股 这纳斯达克 站上月线 所以突然你要有那个feu 我们做个目的是一个 还有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这支 按照合理是明天要发动的 我认为这个 比特币小兄弟就是这一档 因为他差不多了 你以时间波来说 他差不多了 而且3661那些都动了 3443的创意也都动了 3515也都动 只有他还没动 只有他还没动 这个叫比特币小兄弟 今天创意都拉回了 明天去看他了 我本来是说 明天或者下个礼拜 一定是他动 可能明天要先涨一根 下周再涨一根 股票不用多 一到两档 我讲的也是一到两档而已 我要给你的也是这个观念 我真的要比特币小兄弟 他第二季就0.46了 华琴啊 3515的啊 华琴第二季多少 第二季是0.7而已啊 他一百多块啊 快一百块了 这个差别 你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我经常跟投资朋友讲说观念 那你说比特币有没有机会 我们再回过来看比特币 我们再回过来看比特币 有跌吗 最高是4703 现在是多少 来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4675 有没有跌 比特币有没有跌 比特币有没有跌 你看就知道了 比特币日K线 CoinDesk最准 没有跌 这个加日又冲上去了 所以比特币小兄弟 你一定要留意 比特币现在是跟二线光学在那边竞争 但是我说过 这个你一定要留意啊 这个你要留意啊 这个你要留意啊 我讲的都是 台股新疆让你掌握全世界 不让我跟你说无人飞机啦 没有我跟你讲 无人飞机会变成 下个礼拜的真正主流 无人飞机会变成真正主流 你看这办 你看这办 我不会跟你乱讲的 国际股市在涨这个 没有人跟你讲 无人飞机 华兴集团 又是无线充电 还有这个比特币小兄弟 未来一周当中 都要让你大赚的 那自己说 你说那个 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 8279的展望 对 8279的展望 有什么关系 8279的展望 有什么关系 如果明天继续掌停板 我去继续报嘛 就给他10%而已 没有啊 没有啊 开关了 除了没有你去 我就给他找一招 因为毕竟过高点了 我需要同学 你慢慢体会到 我们跟大家讲的内容 跟观念里面 是带着你真的去赚钱的 我起码我们没做空啊 豆花锅比还没有问题 9月份可能会出事 9月份可能会出事 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9月份问题很多 就是说9月份的这个 川普能不能提出真正的减税计划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还是那句话 注意看 下一档是什么样的 不要再不要一次 不要多 我通通我就跟大家讲 每个礼拜十到二十八就好 我又不知道你要多少 我再讲一遍哦 比特币小兄弟 比特币小兄弟 还有呢 无人飞机 无人飞机 有没有 无限充电 这个震荡的架构 正是你进场来的好机会 还是那一句话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讲那么多 没有跟大家 欢迎投资朋友 你还加入我的什么 我的脸书 台股星攻略加入我的脸书 欢迎加入我的脸书 台股星攻略 也欢迎投资朋友 加入我的9月份 小老鼠YES528 小老鼠YES528 欢迎你加入我的LINE AT 欢迎加入我的脸书 台股星攻略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